哈喽大家好,我是大师兄亮哥 现在如果说与传武实战 想必很多人都会用失望透顶来形容 随着传武大师的相继落败 这也让人们开始质疑传武的实战能力 不过有些传武实战也并不是那么不堪一击 今天给大伙介绍一场传武对阵现代格斗的比赛 是由永春拳元庆对阵红魔的比赛 这个元庆系列永春拳已经长达25个年头了 元庆也是永春元庆到岛创始了 同时也是永春拳的总教练 本场比赛的时候元庆已经50岁了 而这个虎魔来头非常不简单 虎魔曾获得湖南省三打冠军和拳击冠军 可以说也是为实力派选手 比赛到底有多激烈呢 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欣赏精彩的画面 指的一席是本场比赛是双方的二方战 在上一次交手的时候双方打得难解难封 比赛的时候 虎魔先是以苏魔的扫梯先发制了 不过元庆也毫不失落 马上以永春拳还颜色 而后中央马上进行了激烈而又苏魔对拼 紧接着虎魔以低勺暴提元庆 接下来只见元庆以永春拳重击了对手的面部 而后虎魔开始展现了真正的实力 将元庆渐渐逼到了维生角落 紧接着元庆以永春拳的推手 以防备虎魔近身暴打 接下来虎魔利用自己的脚步 打了元庆一个错不及防 不过元庆的永春拳确实也让虎魔有点激大 第二回要开始后 元庆马上以侧侧的开路 而后在面对元庆的突然爆发 虎魔开始招权来挑衅元庆 但这个并没有结束 虎魔的挑衅依旧还在持续着 这也让元庆有点生气了 紧接着元庆马上以永春拳 将对手渐渐逼到了维生边缘 不过虎魔也不是一个省用的灯 马上以后手拳重击了元庆的面部 接下来双方互不相反 再次进行了凶门对拼 而后在面对虎魔的连续扫 元庆马上以永春拳打了回去 争口为事不甘失落 紧接着愤怒的元庆开始发力 以连续永春拳将虎魔直接逼到了维生角落 接下来虎魔高手后 自己不慎倒地 这也给了元庆机会 只见元庆对虎魔的面部进行了几大 但是还是索下留情了 最终元庆以TK方式赢下了比赛 全场比赛下来 加面对对手的多次挑衅 俘怒的元庆爆发 仅仅用拾不到两个回合的时间 就将对手KL了 其实不管结果怎么样 元庆大师敢裸拳出战 并且都是以永春拳来对付对手 就已经是一种胜利了 或许元庆大师就是那个可以实战的创大师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了 看今天的体育赛事由我大嫂相伴 我们下期再会